今次我们来看一下高手如何使用刘川峰,当中他用到了三个技巧,我觉得是非常棒的。 在陆服超级联赛中,除了光老师之外,长沙翔哥也是刘川峰的爱好者,我们来学习一下他的打法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向前行突然间向后扛的效果,是在五线附近向前又突破,然后拜佛出来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好像来目睦一样,不停找空位. 音楽 复仇成功了 普通跳投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音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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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个假投机后却不后仰 射球位置刚刚在三分线上 距离掌握得十分好 大家要多在训练模式中不停练习 音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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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 音楽 要做到这一个突破的效果, 突破的时候要按下方才可以弹出外面, 他对刘春风所有底线的技巧十分熟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live,我怕我会支持辅助。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